欢迎收看2020年CRL东方赛区特别赛季第一周TOP5 下面来看榜单第五名 海尔对战Jack的比赛 面对硕大的超级 海尔先是铁苍蝇 再是炸弹塔卡位 成功将其拦截 Jack准备墓园强血 海尔则顺势拍下毒药 完全不给机会 看着已然告急的塔雪 Jack再次过出超级施压 机智的海尔同时补下冰人拉扯 配合滚筒 让地狱龙回了头 黑棋趁势而上 直击攻住他 反应过来的Jack 赶紧拍下锅炉游侠拦截 但还是给海尔过出了 墓园斩杀的机会 小骷髅分分钟顿地而出 配合毒药 一举将双皇冠收入囊中 下面来看榜单第四名 萨斗对阵Expo Master的TPD比赛 眼看两路卫队冲了过来 还好萨斗刷到了建筑牌 先是电车 再是电塔 配合团伙组建了茫茫多的军队 这才阻绝了进攻 而Expo Master 再是桥头天使反击 萨斗毫无犹豫 先丢火球砸死了女枪 配合小苍蝇斩杀天使 萨斗乘势而上 朝着左塔过出矿工墙穴 刹那间 萨斗完美预判 漫天剑雨席卷而来 击杀了Expo Master的 墓碑锤剑哥 散支小苍蝇 肆无忌惮地疯狂输出 大赚了一波血量 下面来看榜单第三名 萨斗对战AOK的KOH比赛 眼看右路的电龙 马上进塔 AOK毫不犹豫 利用治疗斗激活了国王塔 紧接着陈底游侠 配合野猪准备进攻 而萨斗默默终置房子 力保国王塔 双倍时间来了 萨斗的水人 这才得以出场 AOK则是患路应战 萨斗幸好保留了四飞青龙 不然要被三星了 眼看萨斗的部队 也已过半场 AOK补下了游侠 出场远程穿透 同时过出猎人 这才有机会 一枪打死电龙 但萨斗的飓风 还是晚了一步 随之而来的第二波 没了飓风拉扯的电龙 已是白费 AOK凭借一塔优势 豪取本局胜利 下面来看榜单第二名 Nuri对战Jack的比赛 此时 Nuri的天狗大军 即将过河 Jack顺势补下兵法助攻 看着场上不容乐观的局势 Nuri先后拍下了 矿工雪球来解兵法 但对Jack来说 还是赚了 眼看地狱龙未贴兵下 Jack抓住机会 终制骑士 成功拉走地狱龙 配合炸弹塔的爆炸伤害 防守的可谓是滴水不漏 暂时朝着左路 过出墓园蹭雪 而Nuri只好毒药解围 前游铁三角的助攻 早已知晓 Nuri的飓风 是不可能进来的 Jack这般缜密的思路 可真不一般 下面来看 榜单第一名 Solo Man 对战 Onion的KOH比赛 双倍时间一到 Solo Man 卯足了劲 全体水人天使 出场了 而Onion 也拍下了 超级小皮卡 准备抢占三星 Solo Man 也不大意 派出黑棋部队解围 面对塔前的水人大军 Onion 过出小苍蝇 持续输出战 眼看费用一到 Solo Man 继续补下水人 给足了压力 在这紧要关头 Onion 矿工 炸弹人换路 Solo Man 应是过出了锅炉 扛住了伤害 转瞬间 Solo Man的浩荡军团 包围了国王塔 着急的Onion 忙于防守 直接给了Solo Man 拿下CRL东方赛区 特别赛季 首个三星的机会 好了 以上就是第一周 Top5的全部内容 我们第二周再见